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可以说对未来的工作是我们共和缩满信心 也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边设 回到基层一定要加倍地工作 加倍地努力工作 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我的文化旅游工作 我将坚持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组组线 以文促旅 以旅促融 更好的做好我们边疆各民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工作 我本身是搞技术的 是想依靠自己的一个技术 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为我们市民服务 使他能够吃上更多的更好的园艺产品 农产品 伴着何旭的春风 刚刚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正式闭幕 在参加完闭幕会之后最大的感受便就是充满信心 第一个信心就是在今年啊 全国政协委员们从经济 文化 科技 环保等多领域 提出了众多的提案 而且提案的质量是越来越高 第二个信心来自于采访过程当中 委员们对于接线来自己的工作 有着更明确的目标和规划了 所以在这里啊 也让我们共同去期待 能有更多的提案落地 汇集百姓民生 助力国家 高质量发展